連續兩集的第一咖都很奇怪 對啊 我們為什麼現在就是髒著鼻孔 由下往上看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新年第一天 1月1號我們要去哈茲莫特在淺草站 對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因為很多人問我們說 1月1號到底東京能夠做什麼 那我們其實自己也知道很多店都沒有開了 然後大家也是做哈茲莫特 那我們就想真正體驗一下 就是在各幾個大的車站 1月1號到底能夠做什麼 我們剛剛下車到現在 光是排隊就排成這樣 然後你看後面 下一台車的人又進來了 整個排到爆炸 演唱會都沒那麼誇張 超誇張 而且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其實除了觀光客以外 本地人超多的 對啊 超多 對 今年就是要坐人力車啦 在淺草遊覽 我們經歷了七七四十九個小時 終於走出那個車站 1月3號是不是 對 然後我本來想說 那可以拍正常的角度 可是因為後面人 後面人真的太多 還是只能拍這個死亡角度 等我們 不知道 可能淺草這一段 全部都是 只能這樣拍 很噁心 前往淺草 斯特的路上 都這麼滿 看你能不能 青年參拜成功的 對 而且特別跟大家講一下 每年只有1月1號這一天限定 就是淺草寺前面這一條 我不知道是叫雷門通 還是什麼通 反正就是淺草寺前面 這一條馬路是由 步行者添過 哦 對 所以 等一下我們會走到上面 然後拍照給大家看 大家也不用等紅綠燈 因為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紅綠燈 哇 上次來這邊應該是4、5年前的吧 日本熱銷百萬個秒收環保袋團購中 有興趣的人去影片資訊欄看看 哦 警察剛剛應該在這裡就是說 請拍一張照片 對 說實在話真的拜託 對 所以淺草這一段大家看到我們就 永遠都只有這個角度而已 對 太尷尬了吧 對 旁邊的店家基本上都有開 所以 所以 你如果有來逛的話 其實淺草這邊是有東西可以買 有東西可以吃 我今天要有體力啊 對 對 旁邊的店家基本上都有開 所以 我們大概擠了多久了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我們為什麼角度越來越低 對 因為這邊現場的人已經 已經爆炸了 對 抬起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沒辦法抬起來 對 我們當然我們終於應該要到可以 紅香油全力好不好 好 我們來讓大家看看前面的景況 對 中間這邊不能走 然後大家要從兩側上去 原本在這個中間的香爐呢 已經被搬到旁邊了 衝啊 1月1號前草市 成功 對 已經沒辦法拍手了 這次要直接丟進去 真的耶 超級超級 超級爆炸 已經要用爆丟的耶 我們決定都已經排這麼久了 丟了 還是丟了 好 做我們今天一天順利了 好 什麼都拍不到 應該已經打到某個人了 沒有了 終於要拿到我們的嗎 像跨年演唱會一樣 真的 終於要擠到第一排 對啊 終於擠到演唱會第一排 耶 投出 新年的第一枚 五塊 順利 耶 嗚 耶 結後 不是 那個 今年 新年第一天 對啊 免除 超熱鬧 我們就可以把相機的位置馬往上 對對對 那就希望 因為我今年年底其實生了蠻多病的啦 從十月 十月開始 然後到年底 大重感冒 對 然後 是希望就是 明年可以身體健康 然後 那個 事業順順利利 只求順利就好了 那你有什麼 比較特別的想法 也沒有 我覺得人生已經到 應該已經有點年紀了吧 對 什麼東西最重要還是就是 家庭跟健康 這樣就夠了 好 那也祝那個 看到這一集的朋友 還有 所有東朝的朋友 大家都 健康很快樂 其實這一集才剛開始 結束 為什麼已經在做Ending的感覺 下次再見了 拜拜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邊出來之後 會是一個那個 野 屋台叫什麼 類似夜 夜市 對 我上次就是吃這個 對 這個還蠻好吃的 某吃煮啊 對 好 這個走到外面來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那我們今年的淺草寺 就這樣啦 拜拜 拜拜 那我們剛剛終於 不是脫離啦 就是離開了淺草寺了 接下來要幹嘛 我們要去見一個 很久不見的 東橋好朋友 對你來說 超久不見的 對 趕快上禮拜見過吧 沒有沒有 我跟他 我們先不能說名字 他咧 我跟他好像近 兩三年還有見過一次 OKOK 但其實也是蠻久的 對啊 想不到又在1月1號這一天 神秘的在東京碰到面 一年只有一天的淺草不應扯天國 而且大家注意啦 反過來這一頭還有晴空塔 我們現在要去淺草觀光中心 跟我們的朋友會合 好 這就是我們的朋友在喝水 等我們 等到渴了對不對 我們的朋友是誰 耶 Yui 少女什麼 夢遊東京 但已經不在東京很久的 對 的少女 這次夢遊回來 六年 六年前 超誇張的 六年不見 對 而且這已經1月1號耶 超誇張的 對啊 1月1號回憶錄 對啊 剛見面的時候我們大概才30歲 現在都快40歲了 我沒有啊 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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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快40歲了 快40 三六三七 三六三七 少女 永遠的少女 對 永遠18歲 好那我們現在要往上野的方向走 然後去找飯吃 不會呢 欸你現在會說日文 不會啊 還是不會 對 我只是想拍個 我們大家自然的聊天 多自然 對 請問一下我們1月1號的日本 可以吃到什麼美味的餐點呢 最好吃百雲煉麥當勞 耶 百年明天 百年明天 因為基本上什麼都 就是連鎖店有開而已 對啊 我這一禮拜已經吃了三次了 因為真的是 上禮拜我們公司附近 就是也沒有 店可以吃 所以只能先買到 然後今天也是 對啊 我們剛剛隔壁點餐的朋友 也是台灣來的 我們就開心的吃飯聊天吧 好我們吃完了 1月1號在外的第一餐 接下來要去邀請我哪裡 我們往上野方向走吧 看看 新年的時候上野有什麼東西 好 先幫你回答 沒有東西 新年從 賤草散步到 賬錢 現在這邊 賬錢 目前路上感覺有店開嗎 日高屋 7-11 然後麥當勞 還有 還有 好像就這樣子 就連鎖著大型的看 跟台灣農曆年差不多的感覺 嗯 差不多 但是路上行人比我想通 多一點點 是嗎 我剛剛看覺得 行人 我是覺得蠻少的 那這邊啊 這邊擺就這樣子 也是 賬錢本來人就不算很多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如果一路走到 上野或是球衛員的話就可以 更了解 音樂號頭再趕走 我們現在剛好路邊經過一個叫 銀杏鋼八番神社的地方 帶大家來逛逛 這邊雖然小小的 但是就隱藏在 算是路邊的感覺 銀杏都掉光了耶 只剩下很多 樹枝 好疼喔 樹枝一樣 好懷念喔 好懷念喔 久不見 久不見 誰有嗎 沒有 沒有 好懷念喔 真的是我小時候的 小時候的地方完全沒面 然後我會在這邊 這會擺中午的時候 然後 花便當嗎 花便當 對然後一個五百塊 然後經過了 然後我就會 好懷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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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哭了 我有點想哭耶 我這時候 鑰匙命的 有點感人耶 秋月園這邊今天那個 有多巴西還是有開的 我們從淺草經過藏錢 現在來到秋月園 那因為上野不順路 我們就不去上野 然後竟然發現呢 今天秋月園 1月1號比想像中的人還多 所以呢 我們來幫大家看看 1月1號在秋月園可以幹嘛 我們好像有拍過這樣子的景 好像越往電器街 人好像稍微有越來越多 對啊 沒想到1月1號的冬天 還是可以玩的呢 對啊 那大家覺得剛剛那個 Yui懷念她以前工作的片段 怎麼樣呢 我都快流淚了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流淚 歡迎留言 分享 可以常常去韭菜家吃飯 這樣子我的老闆就可以 拍得越來越久 就可以很長留這個回憶 就可以重新hire你 因為她其實很老了 所以其實也很想說 我一直在等我回東京的時候 可以回來看看她們 她們真的超照顧我 對 既然出乎意料的店基本上都有開 我們再繼續更深入一點看看吧 如果1月1號不知道幹嘛 就來秋月園的星巴克喝飲料 多人 等一下我想要喝 真的嗎 哇你被他吸睛了 每天都要喝咖啡 好我們現在討論這個我覺得不太好喝 你點了什麼 還是沒有攪一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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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掐著星冰樂 對它裡面有黏的東西不知道是什麼 來 可能有一些Jowy吧 對 好反正 1月1號謝謝Bob 請我們喝 謝謝 Starbucks 還有Let's Cafe 謝謝 其實 今天人還算 我覺得算多欸 1月1號來算 對啊 完全出乎意料 啊 車子也是有的 對1月1號車子也不停歇 小心 好啦我們回味完秋月園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往銀座東映車站的方向走啦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Big Camera、藥妝店、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快去看看 好我們現在經過哪邊 現在是日本橋三月前這一代啦 嗯 然後剛剛看了一下 因為這邊算是比較偏辦公區 對 然後基本上兩側 欸辦公室當然就是不可能開嘛 對 所以就這邊就顯得 算跟剛剛兩個點比起來 真的蠻冷清的 冷清多啦 然後 不曉得像那種商業設施類的有沒有開 來看一下 原本想說路過一個幽靜的神社 在那邊參拜一下 沒想到呢 1月1號這個福德神社 欸對 福德神社人超多 還要排隊咧 對啊 剛剛日本橋三月前 我們已經逛完有點鋪空之後 我們現在來銀座看看這邊 是觀光景點 後面有些店開著呢 這樣看起來啊 那種精品啊 百貨 連鎖的體系可能就比較少會開 對他們可能通常是1月2到3吧 那時候會抽福蛋 當然像前草 嗯 然後球業員這種比較 對 一個一個店家 對 自己決定怎麼開 這樣 觀光客 嗯 在假期特別多的 可能會開這樣 嗯 但今天讓我訝異的是 竟然餐廳蠻多都有開的 嗯 這你看過人最少的銀座吧 應該是 我們現在經過木村家 銀座的木村家 然後他年末的營業時間 其實就修兩天而已 然後其他時間就是 稍微沒開那麼久 然後到4號就正常營業 那一般的企業大概修幾號到幾號 這一次3號到4號都 應該比較多是3 放到3號 然後4號就上班 就星期四 從29 28或29 28、29的 也有30號開始 嗯 然後修到大概3號或4號 對 這個是年末年始 對 對 欸 那我們現在從銀座經過日比 然後現在在東英車站的區域的環之內 這個區域 看看燈飾吧 啊 好啦 我們散步大概20分鐘左右 我們現在來到東京車站 沒想到東京車站周邊比鄉中人還多耶 基本上那個東京車站內的店家 就是那種おみやげ 或者是便當店都有開 所以如果大家 新年期間 有來這邊 如果轉車的話 這邊的東西都還是可以買得到 這是什麼 這是Laudry的 叫什麼 馬卡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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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好吃耶 讚喔 嗯 那跟台式馬卡龍哪個好吃 這晚吃就吃 台式馬卡龍很乾 台式馬卡龍很乾 台式馬卡龍一個十八塊對不對 這很好吃耶 對 很好吃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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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Thick 嗯 完全沒有那種 因為以前我吃的馬卡龍都超甜 對 濕甜 這完全 完全不會 但是這個很紮實 好吃 讚喔 好啦 我們現在人到了新宿西口 其實發現這邊還蠻熱鬧的 那這邊是Yodobashi Camera的大本營 所以 很多的Yodobashi分店都有開 然後應該都有營業到 一定有時間吧 可能到10點吧 所以 如果1月1號的話 可以來新宿西口逛Yodobashi Camera 對啦 我覺得特戰這邊的人明顯少蠻多的 現在雖然天很黑 但其實才 五六點吧 然後可以看到跟平常的那個 人潮差了非常多 幾乎算 我覺得算有點沒什麼人啊 可能大家也都已經返鄉了 偏冷清 我們剛剛吃了新宿史上最棒的餐廳 很失望說實在話 但是1月1號還能夠選擇什麼的 就會帶新宿的東口恆丁 對 裡面有一家叫岩上的 如果吃的話 可能會被岩上的 對 龍乃都飲食街 在1月1號 拯救了我們的店家是 Komeda Komeda 就現在沒點點了 有嗎 有點點 該有鬆餅嗎 我記得 我們點了 那個Komeda招牌的 類似鬆餅的東西來 其實我好像第一次吃耶 好 那我們要加一下Syrup 好 上Syrup 巴西じゃないですか 我覺得我好像應該點Mini的 因為我覺得它本人有點大 對啊 可能我們剛剛在上一家被騙的 上一家999超小 對啊 720才是 這才是720的樣子 好 試試看吧 好 我覺得吃起來比較像股司耶 我以為會更鬆軟一點點 但我覺得還蠻實在的 然後720這個價錢 我覺得可以當一餐來吃 一餐 早餐這樣 對 這不是鬆餅 吐司喔 對不對 比較像 有酥皮的吐司 對 比較像早餐對不對 還不錯耶 對 我們吃完了 對 點點之後 現在在歌舞伎丁 對 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的是 歌舞伎丁1月1號人還是蠻多的 蠻多的 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藥妝店啊 看起來不到8點可能就關了 可能也可能沒開 對 有可能沒有開 看起來 夾娃娃店是全年無休啦 而且比平常人還多 因為大家都沒事做就來夾娃娃 超爽 最後再到歌舞伎丁Tower 對 怎麼每個影片都會變 最後結尾都會這樣子 對 夾個娃娃他們就完美的圓滿了 1月1號的今天啦 其實也蠻不錯的啦 對啊 只是晚餐難吃一點 其他都OK 真的很好吃 重要是有跟神秘的六年見三次的朋友 對 見到面 這是最開心的 對 想到了啦 終於想到 本燙有收穫囉 耶 大碗收工 好大的 好那其實呢 1月1號來東京還是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比方說在橙色參拜夾娃娃 或者有些餐廳也都有開喔 對然後我們今天 算是滿載而歸的 因為有夾到娃娃 然後有跟一個可愛的朋友見到面 但我還是不推薦大家來東京跨年喔 相對來講是比較無聊 沒錯 對 但是如果真的要1月1號來有假的話 還是可以試試看啦 好 我是維恩 我是包吻 我是幽瑩 來 下次見 掰掰 掰掰